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最快在2022年年中對外開放 想去的話就要再等一等 既然是這樣 不如先帶大家去北京故宮博物館走一轉 今次看的不是歷史 而是故宮的文創和數位化發展 在這幾年 北京故宮博物館與時並進 積極將創品數位化並且朝向文創轉型 貼近全球博物館的發展趨勢 在文化創業方面 2018年文創產品故宮口紅推出 一上架瞬間就賣斷市 引爆了故宮文創產品的熱潮 除了唇膏之外 故宮還推出過潮珠耳機 浸就是這樣漢子折扇 以及鼎帶花寧觀母傘等 極具創意緩尾十足 2019年 故宮新設的角樓咖啡爆紅 成為了網紅打卡的熱點 古風的建築 裝修非常之有特色 積極推動文創之餘 故宮同時大力促進數位化發展 在2013年 北京故宮博物館就首度推出故宮APP 北京故宮推出了專屬的端門數字博物館 通過採集高精度文物資料 結合學術考證 將文物和歷史文化在數位世界重現 在這裏你可以模擬皇帝批月咒接 亦都可以自主操控3D文物模型 2020年故宮就結合了AR、VR技術 推出混由故宮平台 去到今年就有全新版本的 故宮博物館藏品中目上線 可以實時檢索全部超過186萬件 院藏文物目錄 緩畫作品更以超高清數碼影像縮放 現在故宮已經600歲了 但他沒有故步自封 反而是朝著年輕、創新、數碼化的方向前進 未來我們期待故宮 帶給我們更多精彩